我们到了 这茅草屋就是蝶巢了 学功玄妙 岂是常人能够理解的 果然神奇啊 这个引路蝶 在他们那些机关巧件里 算是最普通的 交错了会怎么样 手不会断 手不会断 但门后的风景会不一样 洛世兄好 洛禽 在这里恭候各位多时了 师妹南宫希儿 洛世兄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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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宫师妹要的消息已经到了 各位里面请 洛世兄也是学功弟子 是的 很多师兄像洛世兄这样 学成之后继续为学功服务 其实 不管是留在学功的 还是归宗的 心里都有一个目标 是什么 那就是 能够高贺一言 成为君子 据说当君子高贺此言之时 天地会与之共鸣啊 没错 这一言便叫做 君有云 谍巢 谍巢到了 各位请进 苏白衣谢雨淫 你们在外面守着 小枫 你随我一同进去 不是有我师父的消息吗 我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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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